由于再重过大导致重心不悟 女孩大喊师弟啊快帮人家托住 而我一个闪身躲墨 师弟你这是为何 哪知他仍不死心尾随我到宿舍 而我早已看清他的真实目的 穿好你的衣服请师姐好自为之 回想起自己刚刚穿越来到这个修仙世界 睁开眼还没感受到柔软的美好 男人便被仙子一把先飞 伴随宿主记忆碎片涌入脑海 他不仅发现自己穿越来到游戏世界 而且还成为游戏里的倒霉配角贺青年 这时只见宁一碗羞愤的抽出大宝剑 方才挑战一件分枪 师弟为何不依不饶甚至还将我 话没说完便被师妹打断 贺师弟你快放弃吧 宁师姐不会喜欢你的 见男人一脸无辜 宁一碗称怒师妹不必和他啰嗦 说完撅起小嘴留下一句后会无期随即离去 而直到此刻贺青阳才后知后绝 宁一碗根据对游戏的回忆 他可是刘全峰的首席 由于贺青阳无底线的纠缠 最后逼得他与师兄秦深走到一起 随后由于妖族身份暴露 自己于苍穹大会中被拧一碗一刀劈成了八板 还好游戏中的大事件自己都还记得 想来若以上帝视角逆天改命也有可能 就在这时一个妖艳的妹子走了过来 而其所作所为贺青阳再清楚不过 柳如烟本是与自己同为外门弟子 表面上对贺青阳大献殷勤实则爱的是秦深 最后贾界安慰之名将自己吃干抹尽 随后将精血过度给了秦深 让其修为连破两个大几 而此刻他假借半岛之名 汹涌之势迎面袭来师弟救我 而贺青阳则是一个完美闪身 师弟你为何不接住人家摔得人家好痛 柳师姐你冰清玉劫我怕回你清玉 还是劳烦你自己爬起来好了 下雨了赶快回家收衣 奇怪这家伙怎么变聪明了 可要是就这么回去如何向秦师兄交代 而如今贺青阳仍是外门弟子 根本没有下山令牌 出不了苍穹元界半年后 自己大概率会被您一碗批了 不曾想柳如烟竟又出现在门前 人家又不比命师姐难看 师弟为何拒绝 说完轻轻关上房门 卸下宫庄露出傲人曲线 一股魅惑之气随着他的身形飘散 竟让贺青阳情不自禁 眼看猎物就要上钩 没想到贺青阳竟抵御住了魅士 如烟大帝被他一掌轰在墙上 这就是修仙者的实力们力量 一直涌向指尖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原主是犬妖即便刚化为人形 却也相当于人类筑机修者 犬足精血十分珍贵 想来这也便是他此行掏空自己的目的 而此刻嗅到危机便自动开启了保护机制 大帝那边正想兴师问罪 却被一脚踢到门外 真当我是原主那个蠢萌少年 逆天改命正式开始 时间很快来到宗门设置结界之处 虽说有结界 但那也只是游戏设定 说不定现实根本没有 此刻若直接跑掉 也省了苍穹大会被批的剧情 哪知光照竟真的存在 看来梦想总是干不过现实 这是一个黄群少女从外面走了进来 而其名为郑青青 同为外门弟子身兼苍穹一文录的主编 听她的解释 这才得知若想穿越结界去到外面 必须有足够师门贡献 岂能领到副本任务 还有曾被贺青阳放出狠话 要在苍穹大会迎回来的媳妇宁婉 半年后想必突破金丹 因此被掌门赐名越华先军 此刻外面都在传你 是吃秦师兄的醋才要纠缠您师姐 可作为八卦王者 我知道师姐对她根本没有那个心理 其实贺师弟契机纯净 根骨尚可 若是情家修炼 还是有机会与您师姐一战的本 不必急于今年 多谢师姐关心 贺青阳解释自己根本没有非分之想 那可不行 作为新闻主编 我当真是希望你跟师姐有所进展 不知不觉间天黑了才走到宿舍门前 不曾想贺青阳刚刚迈进房门 下一秒便震惊地发现 自己不受控制地变成了一条狗 根据游戏记忆园主本是犬服 初发人行时期每晚便有概率回归动物形态 可为何偏偏就是现在 人类修饰最为痛恨妖族 千万不能被他们发现 可糟糕的是这一幕 竟被路过的另一碗撞见 此刻贺青阳只想喝喝 谁料仙子不仅误把她当成流浪的 而且还对着她的脸心了一口 决定要收她作为灵宠带回了家 零距离接触仙子贺青阳受用无比 就在这时发现另一碗 居然是灵阳之体 天生吸引妖物 凡是妖族吸食其一丝惊破 便会修为大计 算了算了 还是别胡思乱想了 可这真是同意人吗 简直与白天想披了自己的模样 判若两人 而就在为贺青阳擦拭身体时 仙子喃喃自语 今日贺师弟又找我挑战 古不其然还是输了 他这人好生奇怪 都说他喜欢我 可我却不这么认为 其实我并不怎么讨厌贺师弟 只是 算了 你还只是宝宝又怎会听懂 而让贺青阳鼻血狂喷的是 仙子居然当着他的面脱去了宫庄 并且一个招呼不打 毫不顾忌一把将他搂入怀中 便进入梦乡 望着仙子熟睡的脸庞 只觉他灵窑体香气更省 作为狗宝宝不能有所作为 老六怒火中烧 次日一早化为人形 贺青阳早早来到大典 这莫不是昨天挑战您师姐的家伙 失恋仙子就算了 还总是找他麻烦 真是个奇葩 而因为任务已经排满 眼下只剩下因为积分奖励过少 都不论一届 还有我听说您师姐也刚好领到任务 还有离你的任务地点也不 等你回来一定要讲讲和师姐的风花雪 也好让我边境风华路 万一哪天你俩成为道理 估计我也在苍穹园界扬名立万了 而第二天走了很久才来到山下 贺青阳本想去河边补充些水备用 不料恰巧碰到一个人在此沐浪 洗过澡的都知道 中途被打扰让人很是不熟 然而如烟大地不是烦 此刻竟跳到男主身上让其负责 因为在他眼里自己的名声 比起吸取贺青阳的羞 简直不值一提 师弟告诉我如烟哪里做的不好 却换来贺青阳的一句师姐你有病吗 说完便没再理会柳如烟的纠缠 转身向着左腰线的方向走去 大地终于意识到了贺青阳的变化 可明明他之前对自己的头怀送抱 是受用了 而发生的这一切被同门禁收言 这个家伙一边爱慕你名师姐 一边又与如烟不清不楚 而另一晚秀没紧锁 却表示他人知识少管为好 说完走出结界 却不知接取的任务 与贺青阳同为左腰线 大半日过去终于到达任务地底 虽然街中场景都在游戏里见面 但实际看到的感觉依然很是奇妙 而此时的花水楼 早已没有了往日的人来人往 以至于听说有客人来返 老板娘急得竟亲自下楼接待 得知来人竟是苍穹连借来此除妖的天使 更是没忍住泪水 直接扑到贺青阳怀里花枝乱颤 原来就在半个多月之前 一个来此的客人在姑娘屋中一命呜呼 并且证人君子的妖子也被偷走 结果从那次开始 每隔三天便会被嘎一个难客 而龙翔司蹲守几日也毫无效忍 不得已自己才请人前去苍穹远界寻求天使 这时自楼上缓缓走下一位丽丽 来人正是花水楼的头牌秀儿姑娘 因为时至今日所有房间都出了人命 此刻只剩下秀儿姑娘的房间还没出事 因此贺青阳决定暂且借住客房 明日一早便与秀儿互换房间以守株带土 大宝剑有了今晚再临时抱个佛脚 只希望那妖物不是很难对付 哪只老六刚刚有了信心 下一刻便又化为狗身 算了还是睡觉线 而此刻在十里之处城外荒郊野里 另一晚假扮凡人少女 引来任务标注的魔教贤修 而在祭出仙剑的那一场 仙子恢复成冷若冰霜的母鱼 水月竟花四个字脱口而出 外加一声娇和 伪天灭地的能量波及四方 片刻后哀嚎之声四起 而面对邪修求饶 仙子仿佛不曾听到 杀伐果断之气 众生为之打寒 除魔味道妖物已诛 脚下飞溅骤然加索 前去的方向正是左腰线的花水 第二天一早看到贺青阳如鱼而至 秀儿忍不住打去询问 你就真的不怕被打腰子 贺青阳却直接进屋懒地理会他的嘲讽 就在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来人居然是正想准备注电的师姐宁一碗 真的是冤家路窄越怕谁谁越要来 如果让他知道那碗与他同床共枕的狗子就是自己 估计自己不是被卸成八块就是九块 就这样贺青阳想着 如何能躲着您一碗一响就是一眼 直到三更十分一道尖叫之声响彻后院 本天师来眼 可看样子已经为时一碗 只见秀儿姑娘已被歹人挟持 身旁躺着的赫然是刚刚秀儿房间的正人君子 而歹人显然是低估了眼前男人的实力 待他反应过来 其攻击已经巧扬僵致 糟了 是天使 变出贺青阳身份歹人扔下秀儿向城外逃去 见状贺青阳吩咐秀儿大声呼救随即追击 而吓到脱离的秀儿没呼救两声便出现尸姐拧一碗的身影 简单的倾听事情过程后拧一碗这才知道 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天使 可为何自己来的时候却没发现其到底是何方身上 就在刚刚贺青阳于恶人手中救下花魁秀儿 眼看黑衣人消失于街头拐脚 可就在这时探出一只白玉般的小手 以他的妖兽本体可以很轻松地看出 站在他面前的女子正是一只狐妖 而狐妖很显然与他是旧相识 多日不见贺公子别来无恙快随奴家去妖族即逝 而等二人穿过结界 看到里面妖来妖往贺青阳不禁恍如隔世 想必园主被自己夺射前应该经常来此 下一刻的场景便将他的想法印证 只见狐妖将他带往一处偏僻小屋 三只小狐妖发出阵阵惊惊呼抱住便不撒手 公子去了哪里可曾记得答应过取我们四个回家 直到大狐妖趁怒这才肯罢休 而后他递过一条可压制妖气的手链 只有大成七修饰才可感知 而这碰巧是贺青阳此刻最需要的东西 其实贺公子不用付钱想必你也知道我心意 而除了手链贺青阳此时还急需一些妖族丹药 经过与灌妖老板讨价还价 最后用人界带来的小玩意换来一颗七死回生蛋 很快他便回到花水 虽然人跟丢了蛋得到两件宝物也不算亏 只有在这世博耿一阵冰凉 贺师弟你追的人了 还有你身上为何有如此重的妖族气息 贺青阳则辩解应该是与妖人搏斗士留下的妖气 而手链的遮蔽倒是没让你一晚发现端命 这才让他在师姐面前捡回一条狗命 我会非信掌门申请将任务延期 而当两人询问秀儿可否看清妖人面目 秀儿则是欲言又止面色变得羞火 师姐又询问老板方圆百里可有其他类似花水楼 得到否定答案师姐记上心头 很好 妖人几日后肯定还会再来 在这期间我便扮成花水楼的花脸 而我师弟则假扮成来此地的正人君子 为妨露出破绽 今日其我两边一起同住 让贺青阳有苦难说 自己一到晚上便有可能变成犬身 到时候妖人没出自己先被师姐劈了 以至于为了能够保命贺青阳苦恋只为有所扑 而这一切也被你一晚尽收眼底 自那日挑战我后这家伙似乎变得累 回想他当着众人扬言要在苍穹大会打败自己 再取自己不能 可明明自己之前与他并无任何交集 真是一个愣头亲 而随着夜幕降临 就在贺青阳有预感今晚要变成狗身 哪知师姐却表示此刻应该沐浴就寝 见状贺青阳想接这个理由换个房间睡 其料师姐表示你曾扬言想娶我做媳妇 为何变得如此剧情 当听到贺青阳说到那时只是年少无知 师姐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之情 如果我非要你服侍我沐浴呢 快去给本师姐打一盆洗澡水 或于仙子威名贺青阳只能乖乖照做 在屏风后暗自祈祷千万不要变成狗子 而当听说外门根本不会传授任何东西 命一碗表示若你想学内门法则的话 我倒是可以教你 出于素质贺青阳亲自探进头来表示感谢 仙子怒贺看够了没有 抱歉师姐 激动啊 还有你不要多想 我不是私下传授只是为了捉腰使你 莫要托我后组 听明白了吗 可就在这时 由于激动贺青阳的狗尾冒了出来 完了完了 我就说过今晚要变狗 表面上男人被师姐拒绝一万多次 但每到夜幕降临 他却能化成狗子与师姐接近 哪知今天另一晚却刻意将门窗封印 老六胆战心惊 一个大果男明早在他房间出现 自己肯定被劈成疤疤 就在刚刚 由于贺青阳奉命打水 结果忘记变身时间 眼看人母变成狗样 所幸在现出圆形的一刹那也没人发现 来到野外他扒开草丛用狗眼一看 却引来一位妙龄少女的警觉 而少女明显爱心很是泛满 以为贺青阳是谁家的狗狗 走丢了出来觅食 随即递上一份考虑 哪知作为少女的灵宠肥猫警告 吃完赶紧走 贺青阳也来了 斗志是不是怕我给你争宠 毕竟我比你这只肥猫可爱多了 话音刚落肥猫炸了 猫狗大战随即展开 见状女孩本想起身拉架 不料被石头半吻下 衣服又被挂在树枝 倒在地上的一刹那狼狈 且优美的身形被狗眼看见 贺青阳目不转 惊面色变得红热 喵喵一拳轰来 我的主人不许你看 待到女孩将衣服整好 看到贺青阳留下鼻血 还贴心地为他用手帕擦拭 天干雾燥狗狗记得要多喝热水 而肥猫自然再清楚 不过色狗为何鼻血狂流 就在这事身后草虫想动 女孩是因为逃婚才离家出走 所以以为是玉兽一族的父母 前来将她找寻 没想到一道丽影出现 来人正是寻找贺青阳的师姐命一晚 看到贺狗师姐感觉很是眼熟 我乃玉兽一族秦连心 而你又是何人 听闻师姐回到苍穹园界刘全峰 命一晚 你是月华君 女孩跳了起来 天哪 我终于见到偶像 情道深处小迷妹变得不知所措 居然直接掏出一把小刀 衣服也再次被她扔飞 露出后背 执意让师姐为她用刀刻的签名 签名就算了 不用这么客气 师姐无语不如我送你一件我的东西 说完递过一把自己每天用的梳子 秦连心则如获至宝 狂笑之声响彻树林 见状贺青阳本想趁乱开溜 不料还是被宁一晚发现贺退狗 索性有锁链用以遮蔽气息 宁一晚没有发现端倪 也只是想把她带回家 为防止她乱跑 因此还寄了一道狗舌 当听说师姐住在花水 秦连心表示自己要和偶像住在一起 而安顿好秦连心天色已晚 贺狗知晓今晚又逃不脱被撸的命 毛毛好软 身上也没有狗狗那种臭臭的味道 宝宝既然有你了 那便让贺师弟离远一点 说完宁一晚掐指以法力封住门窗 想必贺师弟回来后就知道该怎么办 而贺狗心中慌的一批 等明早自己变回人形师姐会是什么感情 我不愿意放我走行不行 可下一刻在师姐怀里 狗子却撒了怀 完了 不知不觉被师姐的灵窑体吸引 还好现在是狗 要是人的话可能早就灰飞烟灭了 可一只可爱的狗狗又能有什么坏心思 再说我也是被迫只能算是个受害者 小狗狗快睡了 明日我还要传授贺师弟内门术法 希望他学得快意 时间很快来到深夜 贺青阳强忍睡意终于熬到您一晚进入梦乡 看到师姐娇憨的侧脸 他甚至有些不舍 然而求生之欲断了他的念想 看到紧闭的门窗 此刻他不得不做出选择 那便是强行拆夹 一个是发誓斩尽妖魔的师姐您一晚 一个是从小爱慕自己的叮咛小狗妖 作为一只犬妖你会选择谁 就在刚刚 贺青阳费尽心机打消师姐 询问自己为何有妖气的病 晚上竟又变成狗子惨遭师姐强忧 若是明早变回人形 估计场面会精彩万分 然而门窗已被宁一晚尸法 强封贺狗此刻别无怕去 强烈的求生欲让他现场挖动事工 哪只发出的响动过大 宁一晚被吵醒狗狗你在干啥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小姐 让我放你出去吗 贺狗忙不迭点头示意 而等师姐把封印解除 狗子瞬间没了踪影 真实的把狗狗憋换了 不对有妖气 八个刘光宁一晚寻着气息追去 而贺青阳庆幸捡回一条狗命 明早变身成了野外露出 可从好过被师姐砍 还是先去妖士级找小狗妖换套衣服穿 记得那天就是从这里进去的 怎么没了入口 丁敏说过由于人类仇恨妖族 所以入口不能顾定 正宗妖族天生能感知妖士级 可自己只是个穿越之口 就在贺狗胡乱寻觅石头上 滑到钢峰 丁敏貌似没看到自己 以极快的速度出现 并一头扎进传送环众 找到了这里就是入口 可为何会有师姐身上的香味 下一刻 宁一晚的身形出现师姐 怎么哪里都有你 在变身的一瞬间 贺青阳钻进妖界 原来宁一晚感知到 丁敏妖旗一路追到这里 随着气息突然消失 他猜到此处必有妖士级的入口 可凭人类不能感知出具体方位 仙子冷哼一声 总有一天我会找到 妖士级的秘密 将你等一网板进 然而妖界那边 此刻又是另外一番场景 阵阵娇笑之声 在集市中可谓不绝于耳 贺小公子今日又是玩的什么花样 没想到公子如此英姿勃发 而且颇有现身精神 而贺青阳彻底找到 众妖捧狗的感觉 还好在变身前 进入妖族的地盘 否则等待自己的 必定是师姐帝来的大宝剑 好了各位姐姐回头再聊 毕竟狗子的脸面也很重要 丁姑娘开门快给我件衣服 刚刚还柔情似水胸怀天下 转眼却冷若冰霜刀剑香架 明明是同一个师姐 为何面对自己化成犬妖和变回人形 会有两幅面孔 难道真的应了那句人不如狗 就在刚刚 寻找妖师入口 贺狗顿绝头顶划过钢缝 只见狐妖无比娴熟的一头扎紧妖紧 而师姐腻一碗在身后狂追 为了不暴露自己犬妖身份 贺狗随即也逃往妖紧 进去一瞬间变身 时间已到 身无寸缕之下 引来妖界众女纷纷叫好 而等赶到小店 三个小狐妖明显也吓了一跳 原来是贺公子 此刻就算瞎子都能看出 狐妖妹子藏有心事 而随着妹子掐指结衣 一套烧气无比的衣服 套在她的身上 为了下次切换形态 不这么狼狈 贺公子应该去妖市集百物堂 换一个顿空室才好 原来其口中的顿空室 只是人类所用的储物戒指 换了一个名称 只要拿一些人类有趣的物件 便能轻松换取一枚 而当贺青阳问起 怎么不见狐妖丁 小狐妖支支吾吾 明显不愿回答 贺狗也不再追问 记得替我向姐姐问好 走在中年不见阳光的妖族街道 对了 刚刚您师姐应该在追赶某个妖族 就是从我身边搜的一声 进入妖市集的那个 不知道师姐此刻走了没有 不过妖市集入口与出口 每次不在同一个地方 应该遇不上吧 时间来到花水楼 为了作戏贺狗 第一时间来到师姐房间 哎呀 师姐怎么还没睡呢 另一晚则反问吃个面 难道还需要换套衣服吗 是这样的师姐 有个该溜子烧扰店家女儿 被我英雄救美 但不小心衣服被撕破了 这是店家借给我的明天 还要还回去呢 是吗 行侠仗义倒是好事 但你今晚不用睡在这屋了 贺狗心中暗息口中 却表示会不会影响捉妖技 无妨 因为我的天师身份已经报了 今晚妖犯来此 彩点已经被我打伤 我追了他几条巷子 结果被他躲进妖技室 来花水楼踩点 难道还是那只嘎人妖子的妖 明明其之前被我打伤 为何会如此心急再次作案 师姐则分析 或许正是因为被你打伤 才想来碰碰运气 嘎个妖子近比一下 说完您一晚以夜深 为由下达逐客令 而历经种种 贺青阳事意全无 如何也想不明白 大妖为何对花水楼如此执着 宁愿冒着被刀的危险 还要来这 更让他想不通的便是师姐 为何对狗子那么温柔 对自己却就一脸嫌弃 可明明自己就是那条狗子 要是对我有对狗的十分之一好 说不定苍穹大会中 自己能捡回一条狗命 也说不定 本是孤高冷傲的天才少女 却第一次被男人拨动心情 甚至为了能与男人朝夕相处 他不惜放下身段 第三下四只为求得师尊成举 就在精彩万分 但又不可描述的一夜过后 秦连心拦下准备前往小树林 继续熬战的二人 表示也想追随偶像 是不太方便 秦连心略显失望 但也不好多言 而当师姐询问贺青阳此刻适合修为 不瞒师姐说来也是丢脸小弟 前日才突破到恋情境界 倒是无妨 今日传授之法 第一接练气境便可以学的 现在你试着踩着水面道合的对岸 见贺青阳面露南色 另一碗当场示范 记住身体要尽量放松 首先将气聚于脚底控制水面 紧接着将气温和地推出 就如水面漂浮的树林 哪知园主对于修行之道理解 快于常人几十倍 下一刻便已掌握云部精 师姐经到张开小嘴什么意思 你这就学会了 不对 你之前肯定就会为何要骗人家 师姐我只是照你说的做了一遍 真的没有骗 贺青阳无语这犬妖原主居然如此逆 也不知这几年啥也不会 他是怎么做的 遭了师姐会不会怀疑我的妖族身份 毕竟当初他足足用了七天 而我转眼便已学会 而对于此等修行天才师姐怎肯放手 御手换出飞剑 赶快禀报师尊 让他将其转至刘全峰 成为内门弟子 而贺青阳无语这样下去 不出五天便能突破话 看来要去烫妖市集 找个能隐藏契机的法器 男人太不出色也不是好事啊 时间来到花水楼厢房 四孝无人命一晚 无比虔诚地请出师尊令牌 勇懒的声音传来 乖徒儿找师尊有何事啊 师尊呢 您和颜阳峰主是师姐妹 想必从他那里 要一个外门弟子应该不难吧 师尊疑或是何人入我徒儿法眼 是颜阳峰一个叫贺青阳的家伙 听完令牌嬉笑 我知道他 我在一文路上 看过你和他的风花雪月 写得还挺浪漫 师尊你快闭嘴 怕什么 整天跟个梦葫芦一样 徒儿你哪辈子才能找到道理 还敢舔着老脸笑话别人 貌似您的道理 三年前便气你而去了吧 被戳中痛点 师尊关掉通话 令牌摔到地上 可以看出老仙女极为不熟 真是的 看来要回到宗门 亲自去求他了 分心提示 由于本集画面相当炸裂 部分剧情需要宝子们自行脑补谢谢 上集说到另一碗击退 狐妖花水楼生意又火爆了起来 客人多到踏破门槛 老板娘恨不得亲自上场 而师姐暗道 虽然妖犯上次被自己打成重伤 可以休养半月 估计很快又要卷土重来 执念如此之身 想必他必定与花水楼有某种渊源 说话间肥喵蹦了出来 秦连星大喊铃铛察觉到了妖气 这妖族很是谨慎 一定携带着某种压制气息的法器 想必那妖族已混入人群 可我们又不能贸然行事 那就等他行凶时妖气暴露 再将他定位斩杀 话说师姐 他明知我们坐镇在此会不会不用妖子 就是随便找个男的打晕了 实施古法物理嘎两个妖子 如此在人们眼皮子底下 嘎人嘎妖子岂不是更过瘾 拜托师姐别用这种眼光看我 而听说秀儿姑娘带病休养几日 今天又出来工作 可为何感觉她的气息与之前有所不同 甚至还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难道是在这里住久吗 不对 想到此贺青阳奔向三号包间 屋中明显有意 贺青阳踹开房门 血腥的一幕瞬间映入眼帘 方才还斗智昂阳的王老才 此刻腰中明显少了点东西 兄弟不要放弃我 老哥我还有救呢 只见秀儿手中还秀着一把萝卜 贺公子你还是来了 话没说完被击中手腕萝卜脱手 原来是另一晚赶来妖孽快快受死 看着还在呢喃着自己名字的妹子 昂皇而无助 贺青阳仿佛明白了什么 可面对一心除妖的师姐 宁一婉她丝毫不敢声张 此刻能做的只是 取出仅有的一粒黄昏蛋 老哥呀 其实我懒得救你 但我不想她身上再多一些罪名 此刻离成十里之外 宁一婉吩咐小秦段伟 自己则去前方堵截 而秀儿明显变得体力不支 宁一婉掐指默念法绝 法力加持下双腿腾空 秀眉且又凌厉无体的身形 瞬间闪到秀儿跟前 妖孽看你还能跑到哪里 除谋味道 我被义不容辞 眼见秀儿欲言又止 却听秦怜心大喝一声妖孽看招 说完奋力甩出肥猫 但啥都不行 吃啥都不剩的废尿 竞腹体纹身表格成为斑斓巨舞 眼见秀儿就要欲饮相消 贺青阳匆匆感到师姐且慢 先问清楚她为何行凶在座决断不止 还不能相认她是丁敏姑娘 否则难以跟师姐解释 而丁敏也明显看出贺青阳的难言之意 好吧 那你倒是说说看 还有真正的秀儿姑娘呢 见丁敏依旧三分不屑七分不甘 你不说也没关系 我只要知道你为何人间就足以替天行道了 呵呵替天行道 难道天道只站在你们人类这一面 别的族群就该死是不是 人族修饰无缘无故斩掉的妖族还少吗 而我送走的那些男人死不足细 嘶吼间丁敏不再掩饰 化身成为狐妖的本来面目 贺青阳也不再褪比 师姐这是我领的任务就让我来面对了 而丁敏吻下心神 奴家宇两年前曾在左药县救下一位书生 好无语 几乎能猜到剧情了 我从山贼手中救下他并赠予他金银珠宝 只因为他说要上金赶考好造福众生 然而有人却告知他根本没有读书 而是整日混进花水楼中 并将我赠予的钱财挥霍一空 而等我前去探求复新人的真相 近亲眼所见 他与那个秀儿私混眼见事情败露 他居然向龙祥司指认我是妖族 且要害他幸运 龙祥司根据他的线索 将我族人捕杀性格高人相助 我和三个妹妹侥幸逃脱 而其余族人无疑幸运 所以我要让这些男人付出代价 让他们屈辱 让他们毫无尊严 说完丁敏擦干眼泪事已 至此你们要杀便杀 哪知场面惊变得安静下来 师姐你一下如何 这是师弟的任务关我毛现实 说完宁一晚寄出飞剑离去 秦连心也骑上喵喵表示回家 此刻场中只剩两名妖族同胆 感谢丁敏姑娘帮在下隐藏身份 小狐妖则红了眼光 本该是我感谢公子的 说完周身脱力顺势 倒在贺青阳的怀中 奴家刚刚所说的高人 正是贺公子的家人 所以说来奴家的命本 就任由公子定夺 贺青阳沉思片刻 放你走若再遇到师姐 以她的处事知道绝不会饶恕你 望着丁敏那秀美的脸庞 和气叛的眼光 贺青阳说到眼下 只有一个办法 你愿意成为我的灵宠吗 在修仙界若论 纯情无人能挤柳无烟 师弟我的眼睛 刚刚不小心进了一块板砖 快帮人家吹一下 拜托滚出去 立刻 马上 就在刚刚 狐狸丁里露出狐狸尾巴 虽然小狐妖不想连累贺青阳 但试问谁能抵挡 这软道拉斯的期盼目光 跟着我 以后你就是我的灵宠 时间来到花水 老板娘扶住胸口 谢天谢地没有出事 多亏有两位天师的出手 若再发生命案 我这生意真的要关门大吉 命一碗则是一脸猛逼 流了这么多血还没进 这老头难道精装葫芦娃附了体 这时贺青阳姗姗来迟 师姐妖孽被我制服了 听到消息老板娘喜极而泣 两位稍等我 这就派人去取两位除妖的酬金 而听到制服两字命一碗 瞬间冷脸说到你还是心软了 师姐 无妖虽然有错 但来这里的也绝非证人君子 况且是那书生背叛在先 说完贺青阳露出手环 表示已将其收为灵宠 那就让他用自己的一生 弥补所犯下的罪 师姐满寒 醋意还不是看吗 我要找票 若是换成的猪头腰 你还会如此 由于任务完成 次日清晨三人告别 秦连星逃婚 被父母发现行踪 只好先回家再做打算 二人今晚也必须回到苍穹园界 一路上拧一碗 对贺狗变得极为冷淡 算了 反正按照剧情 原本就要躲着她的 而等来到宗门掌务阁交付任务 八卦主编郑清清早已蹲守多时 贺师弟快说 你和宁师姐有没有一些进展 到底有没有突破那层界限 还有我觉得宁师姐 对秦师兄没有一点意思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是吗 可我记得游戏里 我这NPC不停纠缠 才导致您一碗跟了秦深 难道这女主的情感 总像跟NPC的纠缠有关 都怪当初总是跳过游戏情节 剧情都记不起来 算了 还是睡觉先 这时才发现被窝里 有一坨柔软 何人想要暗算小爷 而柳如烟一脸 媚态总算回来的人家 等着你好苦 那师姐为何躲在我的背质里 因为听说你回来 人家衣服都没来得及穿 贺青阳无语这奇葩 果然对秦深一往秦深 一心要吸了自己 修为过度给秦深才敢罢休 师弟啊 你不要不好意思 到底哪里做的不好 人家敢还不行 而贺青阳不想再和他浪费时间 实话说了吧 你想做什么 我清楚得很 柳如烟神色变得慌张 你知道什么 这计划除了自己和秦师兄外 再无旁人知晓了 下一刻贺青阳感觉 还是不要暴露自己 有上帝视角为好 况且之后秦深与魔族勾结 这女人也只是一枚可怜的棋子 呵呵 师姐我的意思是 当然知道你喜欢我了 只不过在下还没心理准备呢 吓死我了 还以为这臭小子都知道了呢 来 师姐我送你回家 幸贺的你就不能给我一件衣服鞋 屋中贺青阳深知得不到自己精确 这两人肯定不会把秦深 是你对我图谋不滚的 那就别怪我抢走你所有的机缘了 渗出水的师姐被男人当作成了空气 每天拒绝一万次 然而下一刻 男人却在外面撩起了小狐狸 就在刚刚 贺青阳来到巨颜峰寻找魔族交易地点 想那柳如烟屡次想把自己吸干好 将精血让渡的秦深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自己抢走伪君子秦深的秦深 而狐妖丁敏字只还现出娇艳的身形 天生机敏的秀探出妖族气息就在附近 粉色刚风伴随狐族特有的香气 两人很快来到一处雄伟瀑布之前 而丁敏确定其藏身之处就在瀑布的后面 随即自告奋勇化作流光前去窥探 贺青阳则留在瀑布外警戒以备不测 此刻洞内只有魔族一丝残留的气息 而此处应该就是秦深与魔族交易的地点 不过今日这里没死 下一刻丁敏郊区一阵明显发觉端 公子敏儿找到了 这个东西必定是魔族作为交化而赠予情深的宝贫 而回到屋中贺青阳仔细查看 疑惑要不要打开一探究竟 随着机关暗下 顷刻间爆裂的紫光差点将屋顶掀翻 作为合格的妖族丁敏显然见多事故 恭喜公子 这可是不灭灰光了 这股气息人家熟悉的不要不要 想人家在年幼之时 曾亲眼见过魔尊以此物挡住妖王全力一击 看来这就应当是公子的机缘 说完妹子开心的轻舞起来 可是这玩意怎么用呢 难道要大喊般若波罗蜜 算了 实在不行用锤子 这时丁明表示当时除了发现这个箱子 还有一团不知名的灰烬自己没来得及查看 听完贺青阳绞尽脑汁回想剧情 难道是魔尊被仙界为欧受了重伤 戏了之后化成了骨灰 可这个节点魔尊应该没记才对 毕竟后面还有很多关于他的知识 看来最近必须要多注意情深的行踪 下一刻窗外传来响动 原来是宁一碗亲手养育的性格 此刻带来的正是他邀约的书信署名月华仙居 而看样子仙子明显已等候多时 月光映衬下宁一碗娇艳欲滴美道与星月同辉 明早我必须下山任务 正好趁今晚传授你浮云二世 而贺青阳不解什么任务需要如此急着下山 听完宁一碗美眸光滑流转 你是关心任务呢 还是在关心我呀 然而不等回答便传授其招式动物 你要感知空气流动寻找一丝存在 当你真正身心合一 空气便会如同大地一样稳步 还有拿小等的记下 我这次的任务在春城 说完仙子娇艳的身形化作流光离去 哎呦我的公子可不得了了 月华君特意告诉你任务地点 这暗示简直不要太明显 哪知贺青阳一把将其揽住拔地而起 丁敏啊 师姐刚当传授的身法本公子学的如何 妹子甚至不敢相信只学一遍就会 公子你到底有多少秘密啊 告诉人家行不行啊